美國和俄羅斯的峰會即將舉行 我剛才說了,正常美國做一些小動作 其中一包括 北約想在歐洲地方 裝置核導彈 當然不肯 任何有腦的領袖都明白 裝一個別人的核導彈的部署在自己地方 即將自己變成將來的戰靶 這個絕對不肯 所以這些北約成員國 大部分應該都會反對這件事 我們看回北約組織這邊 有法國有核武器 有脫勾的英國也有核武器 我們也聽到約翰遜 準備在未來 將英國的核武器儲備增加40% 這個完全是浪費錢的作用 因為 第一,我不覺得俄羅斯會蠢到 用核武器襲擊 歐洲任何國家 或者英國 所以我覺得這個 機會非常之小 有核武器作為一個阻嚇 沒問題 但是 再等多些錢去增加你的核武器的存量 只會進入一個 不必要的軍事競賽 浪費了重要的資源 但是 他們是這樣想 因為他們很戰國 大家互相明白 每個人都是鷹派 所以 最重要是大家拳頭 越做得越大越好 但是 拳頭是怎樣的 你沒用的話 是沒用的 因此 相信 現在反而 這個小動作 就是 想向北約 那些成員國 放一些 核彈頭的導彈 反而變不成 成為 拜登的籌碼 可能變成一個 叛腳石 而另一方面 另一個目的 美國都是一個 專門售賣軍備的國家 所以 另一方面 向北約的同盟國 賣 防空導彈 這個就好買了 總之 你嚇到人們害怕 自然就要想保護 一要想保護 第一件事 飛彈飛過來 怎樣 那 第一要測 找到它 第二 要截到它 所以 相信 在北約成員國 賣 防空導彈 這個機會 就會非常高 亦都一樣 如果這個買了回來 不用用 你把資源 鎖在一些 沒用的地方 亦都影響了它們的發展 但是 有防空導彈 是必須 中國也要發展 因為 沒有能力抵褪外國的入侵 但是 實際上要花的錢 其實要量力而為 因為 這些錢花得來 是可以說浪費的 有時候浪費也要花一點 但是 在現在 大部分的歐洲國家政府 債抬高足之下 其實應該想得很清楚 如何 可以 防止 別人入侵 要防止別人入侵 其實最好辦法 一件事 你不要跟別人作為敵人 大家不是敵人 大家是朋友的話 別人會入侵你的機會少 這個其實 道理很簡單 但是為什麼 這些所謂領導人 會 蠢得不明白呢 其實不是的 他們清清楚楚 不過最重要就是 不是國家的荷包問題 是政客自己荷包的問題 這個才是現在 世界上政治最大的 困難之處 這些政客全部 都是為自己 而不是為國家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政壇上的時間 不能夠作準 隨時會下台 好像以色列 做了十二年的總理 都要下台 在下台之後 可能 打回原形 當然 在有權力的時候 就盡量 刮得多少 得多少 在這種情況之下 政治 怎會為人民服務呢 政治只會為 政客服務 這個就是 多政黨 輪流 利用選舉辦法 產生政府 的最大 弊病 下台 在 亦 有 有